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是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工具 市府也在今年规划投入2000万的预算 来补助民众的火灾警报器装设 但是这一项美意现在却有点打了折扣 原因是出在于采购程序到目前都还没有完成 接下来要等到8月才能够装设 有议员就直批消防局的效率太差了 小小一个火灾警报器能在火警时发挥提早预警的功效 民众对它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市府因此大幅编列预算来补助民众装设 但是现在却没办法向消防局申请安装 原因就出在于程序的问题 反过来人家跟我讲说我们家也要装 结果我问承办人 承办人给我的答案居然是还没有花包 经费还没有签出来 我告诉你啊 这个给费真的追得太大了 市府的政策没意 但是这次却有点看得到吃不到 要等到8月才能够安装 议员黄婉如表示 消防局对这次采购的处理过于消息 影响到民众安装的权益 1月4号东西还没有发包 对不对 还没采购 就在那边讲得那么大 到最后 到现在没有了 还要再等到8月 是不是 一个游戏可以玩那么久 200多万的已经出来 200多万的还没出来 你后面的2000多万的还没出来啊 是不是 采购有那个情绪 没有 我跟你讲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事情有轻重缓急 这是你们那个 这是看效率的 市府在103到105年间 已经补助安装了 1万7千多颗警报器 但这样的数量依然不够 行政效率若无法提升 要真正满足民众的需求 可能也有很多的努力空间 台湾有限新闻 林德超议会采访报导